欢迎来到忍者无敌聚宝期 我是主持人德宇 赶紧欢迎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库 陈坤仁分析师 大人哥你好 德宇好大家好 节目一开始我要邀请大家 赶快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把您正在收看的 陈坤仁分析师YouTube频道 帮我们订阅起来 里面单元很多内容非常的丰富 包括您正在收看 带您来认识期货的聚宝期单元 带您来看大盘个股轮动变化的 股魔力单元 当然还有不定期推出的 大人哥玩股 大人哥这个财经展实力 里面真的是满满的宝藏 邀请您来挖掘 慢慢看慢慢学 同时分享给您身边 更多的好朋友 比如说今天 今天我们学的一招 不管是在大人哥的这个 大人哥玩股 或者是在大人哥的畅销书当中 202页都有教的 我们获利的好朋友贝离 今天又出现了 今天又出现了 恭喜大家 我们聚宝期团队的成员 又是开心的数钞票了 那么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你没学到什么叫贝离的话 赶快把时间交给大人哥 来教教你咯 大人哥 好 德宇好 大家好 来 我是知名畅销作家 自己讲的 自己讲起来自己笑 博客来网络书店 有 博客来第五名 对 那个财经理财前五名 然后呢 期货交易第一名 这个要继续把它看起来 来 我们先讲一下今天的 上半段的股魔力 跟大家讲到的复习的重点 就是其实今天的台股的下跌 你说是跟着美股跌 我倒觉得有一点点 但是你说那个鲍尔是不是真的转阴了 我觉得应该都是为下跌找理由 或者是说他一定得要这样子说 但是其实我们今天的台股并没有 跟着去做什么样的过度的恐慌 因为市场上面已经知道了 接下来就是暂停升息 接下来明年中 中间的中 它就会开始启动降息 所以其实今天的上半段的股魔力 我也说过了 就是有一个送本题了 那上半段的节目你可以用连结的方式 把它连结回去看 然后我们就继续往下走下去 什么叫做是送本题 给你看一下 今天的期货 那开低 然后这个一定是反映美股的下跌 对不对 然后随着盘中一去都去做测试低点 但是没有破前例的过程之中 尾盘又给它偷偷的拉上去 那尾盘偷偷拉上去的这个动作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书里面讲到的 或者也就是我们的YouTube频道里面讲到的 再给你看一下我们YouTube有什么东西 来来来 这陈坤仁分析师的YouTube频道 上面有股魔力 就是财股盘后解盘 然后呢有期货盘后解盘 现在目前正在收看的是巨宝期 然后呢另外的话有 就是有受邀到财经专家阮木槐阮大哥的财经软实力 然后我们把节目把它放回来 还有就是我自己加拍的大人哥玩骨的系列的话 你会发现说我们之前就给大家的这个 掌握千点行情的奇商点的这个贝离 也就是书里面的内容 然后呢再去软实力里面再讲一次 而且今年的前一次的贝离是2000点 好所以记得把我们的节目把它订阅起来 把它看回去 然后今天的贝离的话就给大家看一下 发生了什么事情 来这是左边 左边是台股大盘 然后呢右手边的话是台子期货 你有看到刚刚前面我说到的吗 这是反映美股对不对 反映美股下跌 然后呢当今天的台股在盘中快12点的时候 才破今天的低点的时候 你有看到当时间的台子期货 竟然没有跌破今天的低点 早上的低点 所以发生了叫做是送分体的贝离行情 尾盘给它拉上去 所以你可以做一个动作叫做是 如果当贝离发生的时候 这边买一口多单 就是买进多单啦 那后面上去了赚钱货利了结 如果真的做错了 你要停损的时候 你可以控管在一个相对小的地方 也就是我常常跟大家说过的 我要赚大赔小啊 我如果做错了 顶多就是一个小小的停损 可是我如果做对的时候 有机会赚到一个大段 只是因为今天可能是 就真的没有量 或者说已经快要接近尾盘 已经快要收盘了 所以他没有办法拉一个很大的波段上去 但是至少今天 如果你用贝离松分体来做操作的话 也是赚钱的啊 也是就是交给你的 你可以把它学回去 那我再次重申 就是没有稳赚不赔 那你必须要把握每一次的 赚大赔小赔跟纪律操作 所以今天的盘中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行情而已 我就没有什么太特别的 内容要跟大家做相关的提醒 因为其实现在目前的行情 就是我们前几天跟大家说到的啊 散户一样在做反指标啊 因为散户的多空比的话 到昨天是负的20.89 有这么多有20%的散户都在放空 那当然嘎爆你散户啊 只是今天就是因为 因为美股的关系 所以先开地才往上嘎上来啊 所以你如果现在做空 你会觉得啊 怎么那么辛苦 好不容易看到一个下跌了 那个包尔放音了 结果又拉一个尾盘上去 你会很痛啦 你会很受不了啦 那就是因为你要放空啊 所以这就是跟大家说过的 不要逆势 那你要顺着毛摸 目前的筹码面仍然是偏多 只是涨多之后 研判只是会先到小区间 今天是拉尾盘才到738的 不然其实今天几乎就在那个700那附近 是被压抑着 然后低点的话是在627 其实今天的一个区间就只有111点 那这个盘前的讯息的话 我再次重申 如果你有看到有压力支撑的这个价位的话 这是我们自己的会员 就是聚保期的会员 在8点半的时候会发出的简讯 或者是说我们的聚保期的一些讯号的话 他就会 这里这里比方说这里 就会很精准的告诉你说 这边有买讯这边有买讯这边有 那个小星星大星星的这个 卖出的讯号 或者是说你看这个就是在上个礼拜 在V转上来的那一天 那虽然是跳空上来 但是我们也有一个买进讯号 那你可能会觉得说到底该不该买 到底要不该买 那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 请你跟着聚保期的讯号做 因为聚保期会带着你大赚小赔 因为上个礼拜四虽然是跳空上来 但是他又嘎了一大段 所以聚保期很精准的告诉你就该做多 你就跟着他做多 然后呢就去做获利了结的这样的动作 那当然那个赚多赚少 我还是再次重申 就真的是行情给我的 而不是我去强求而来的 所以你可以透过 很棒的这样的工具的辅助 很棒的策略平台给你辅助 然后让你在起货市场里面的一个操作 会能够更加的绩效的稳定 跟绩效持续去做创高 那我也重申一句话 7分多了 背离学起来 来继续讲下去 就是说我还是回归到我们的操作面来说 还是以所谓的顺势操作跟顺者毛模 那如果以今年的1到10月份的短波聚财的策略的绩效 短波聚财就是我也常常跟大家说过了 因为你有可能因为当冲的关系 因为跳空的关系 你可能就没办法赚到当天 你看如果今天150点的上涨 可是他已经是跳空100点的话 你以后面只能赚那50点 可是如果你是做一口多单在下面 今天如果跳上来 然后又再涨上去的话 你这个150点是可以都可以赚得到的 对 所以我为什么特别要跟大家说明说 如果你可以的话 如果你愿意的话 留一点点的部位 留你睡着着的部位去睡觉 因为很有可能在隔天早上的时候 开盘的时候给你一个跳空 就是赚到那个顺势的那个跳空的赚钱了 所以这是今年1到10月份的短波的策略的绩效 那丰收是当冲 然后短波聚财的话是短波的绩效 这个是任你去做选择 那我也说过了 我们的每一笔的操作就是从拿50万开始 那拿50万存在你的保证金账户里面 期货保证金账户里面 然后拿回把聚保器把它拿回去 然后把聚保器把它开起来 手机也可以 手机也可以用 那PCNB也可以用 所以你可以用你合适的看盘的工具 我建议你用PCNB 因为PCNB的那个画面比较大一些些 那手机的话你如果拎着出去外面走的话 其实也还好 就是那个都会给你蛮精准的讯号 也都会给你很清楚的声音 叮咚叮咚的声音 那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讲到的 几率 然后赚大赔效 然后聚殺神塔 然后复利翻倍达成财富自由 所以我再次重申 重点在纪律 重点在 把该赚到大的时候把它赚起来 该赔小的时候 好好把我们的停损 跟资金部位把它控管好 那这就是我们的 财富自由计划的很重要的一个宗旨 那如果有更多更多的需要的话 用Lineat跟080来跟我们做洽询 那另外的话呢 实战班我就一样是 就是先跟大家做提醒 就是说如果你要加入我们实战班 你的部位是比较充裕的 那请你先来排队 先来做预约 因为目前依然是额满的状态 你前面的学长姐 前面透过聚表期赚到钱的学长姐 都还在排队中 那我当然是先把我们这个名额 有机会有名额的时候 先把来排队排这么久 然后呢也有充分的操作的经验的学长姐们 先把它纳入到我们实战班 那如果你要来做这样的操作的话 就请你先排队 那还没排到你之前的话没关系 我先把聚表期把它带回去 然后呢先把我们的财富自由计划 把它学清楚把它弄明白 然后呢好好跟着聚表期操作 然后呢达成你自己心目中 你想要赚多少钱 就是会有散户会来拿钱送给你啊 所以财富自由计划欢迎的加入 以上就分享给大家了 如果你不想要当反指标 如果你想要来跟着我们的聚表期 顺着趋势的毛摸 大赚小赔纪律操作 达到心目当中的财富自由 邀请您免付费的专线电话 0800668085 0800668085 现在就可以立刻拨打咯 或者是透过大人哥的Lite ID是小老鼠DAREM888 小老鼠DAREM888 直接资讯大人哥 感谢你的收看 也再次谢谢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顾陈坤仁分析师 谢谢大人哥 谢谢 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影片的上片通知 要获得最早最专业的韩式提醒 和更多的精选个股分享 请加入我的Lite和Telegram官方账号 ID是小老鼠DAREM888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